這個時間點剛好會遇到大學的期末考組合進行 這個時間點剛好會遇到大學的期末考組合進行 我覺得這個是中選會勢力不多 或者是國民黨估計從事 不得而知 但是選在1月16號 確實是不恰當 因為2012年的總統大選投票日 就是跟大學的期末考混在一起 以至於讓台南市的這個南部的這個民眾的投票率啊 相對北部來講比較低 那整個台灣的投票率也因此降下來 這個除了造成政黨之間競爭的不公平以外 也影響南部民眾投票的權益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中選會能夠從善如流延後一週 我想應該會比較恰當